好,我們現在目前的話在哪裡呢? 在法國的一個松露工廠 那可以看到我的手上是松露 那大家可以靠近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松露要怎麼分別 松露是大顆 大顆就會嗎?還是怎樣去辨別呢? OK,那我們就來教他們大家要怎麼辨別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的手上這顆跟這顆 哪一顆會比較貴?你們可以猜猜看 大家會以為這顆對不對?錯 是這一顆比較貴 因為他們松露每個採集的話你們可以靠近一下 可以看到說上面會有切一個痕跡 他們會去看它的成熟度 那另外的話呢就是 形狀越圓潤的 然後成熟度越好的越貴 所以他們有分等級 這個等級呢在這一邊 然後這個等級的話是在這邊 這個是比其林星級三是在用的 然後這個比其他的會改太夠了 那另外這一邊的話 就是奇形怪狀的 家族油在耕地 大家如果對松露有興趣的話 有機會來到法國的話 建議也可以選這個品牌來購買 我們剛才看過工廠之後還有加工的幾個過程 包括我手上摸過松露的時候 現在目前其實手上都是松露的味道 它房間有些人會覺得松露很臭 那是因為它不是有天然 它有加了一些香料進去 所以才會有加了一些華麩味 但是我們進來這些天然 都沒有跟複色松露之後 就發現松露的松露真的非常的香 所以這邊的話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產品還蠻多的 包括那裡都是有松露的品牌 那我們的影片呢就介紹到這裡了 OK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